再生的缘分要用心去珍惜 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相识相知相守 当然都是缘分 不然怎么茫茫人海中 你怎会偏偏遇上它 正因为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缘分 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个缘分一定会地牢天荒 其实我们都错了 缘分其实只是能够帮助一个人今生能够有机会遇见你一个人 这种遇见可能是两小五菜的青梅竹马 也可能是末班地铁的两个夜归人 至于这段上天安排的缘分究竟会走向何处 能走多远 这就需要看两个人是否能够珍惜 世间的缘分本无深浅 懂得珍惜自然就深 不懂珍惜自然就浅 如果不懂珍惜 向缘最终也会变成孽缘 人世间即使再生的缘分也需要用心去珍惜 所以有人说缘是天定 缝是人为 所以不懂惜缘再生的缘分也会被消耗殆尽成为恩怨 幸福的感情大多始于缘分 感情的伤害大多源自于不懂真心 所以一个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 或者你能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 这都是难得的缘分 你当然应该怀着敬畏之心 虔诚以待 即使这段缘分真有时间的期限 也一定要记得 若相爱莫相害 若结缘莫结怨 缘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你若是不懂珍惜 早晚一定会失去 而且永不再生 再不回来 这一辈子我们能够有多少机会 碰到一个把自己放在心里的人 又能够有多少机会 碰到一个能够在我们心里的人 不懂珍惜 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孽 缘分是两个人的事 真心也需要彼此的同心 若有一方选择了恶意 那么这段缘分就已经宣告结束 人世间最大的悲伤是 深情遭遇了薄情 真心赋予了狠心 其实分分合合都是缘 我们都要学和释然